各位同學你在做中國氣候試題演練的時候 老師要跟同學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等一下不要只注意老師寫的答案是ABCD 你要注意老師在每個答案中 給同學的提示跟錯誤的定證 你不要只把答案抄一抄就好 這個後面的老師跟同學所提的一些補充提醒 你一定要把筆記寫在我們的講義上 好 首先我們來看到中國氣候演練的第一題 他說青藏高原所屬的氣候 這是非常有名的 中國三大氣候區裡面其中一個高地氣候 高地氣候是在青藏高原 第二 中國東南部季風氣候區內 又分為熱帶 負熱帶跟溫帶 其主要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國的緯度從4度到53度之多 所以從北緯23.5度跟秦嶺淮河之後 這兩條線切割成三個部分 切割成熱帶 負熱帶 溫帶 所以答案是因為緯度橫跨 因為緯度才會影響我們的一個平均溫度 所以這個答案要選B 緯度 關於中國西北部的氣候特徵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好 西北部腦袋裡面你就要印出來 西北部還記得嗎 西北部就是我們中國的新疆蒙古那個區塊 那個區塊是什麼 年雨量小於250毫米的 也就是我們的什麼 乾燥 我們溫帶 溫帶沙漠地區 我們乾燥地區裡面的溫帶沙漠地區 那沙漠有什麼特色 年溫差很大 年溫差很大 因為沙子的比熱很小 所以它溫度的上升下降很劇烈 所以年溫差很大 西北部 同學要注意西北部 第四 氣候天然植物會呈現垂直變化 好 既然是垂直變化 就要有相當的高度 相當的高度 把那個垂直變化圈起來 要有從山腳下一直到山頂 可能會有春夏秋冬不同的季節 這是在什麼 高地氣候的特色 高地氣候的特色 好 第五 中國季風氣候跟乾燥氣候 好 這個老師在重點那邊 個同學特別特別提示的 一個Y字型 這一塊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就是500 500的雨量線 所以我們季風 季風跟乾燥最主要是什麼 用500的年雨量 500的年雨量線 就是500mm 就是用這一條線 好 第六 膜地最冷月 最冷月負5度 好 這個就是用來分什麼 熱帶 負熱帶跟溫帶的 那最冷月會低於 那就是什麼 溫帶 所以第六題答案選B 還記得嗎 老師有跟同學補充的喔 熱帶就是它的平均溫度 對 月均溫 一月月均溫最冷的那個月 一月月均溫最冷的那個月 在18度C以上 這個叫做溫帶 0到18度 這叫負熱帶 0度C以下 0度C以下的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我們所謂的溫帶 這幾個溫度的切割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底下 第七題 夏天哪一個氣候類型年溫差最大 年溫差最大 這一題就是我們剛剛的第三題嘛 就是剛剛的第三題嘛 你們要連起來 就是我們的西北地區 就是我們所謂的溫帶沙漠氣候 溫帶沙漠氣候 好 第八 中國乾燥氣候跟溫濕氣候的分類標準 你就知道乾 濕嘛 乾濕當然是跟什麼 雨量嘛 這個一看就很簡單了 從題目上面就有給你暗示了 乾 濕 那就一定跟是水有關嘛 就是雨量 好 第九 劃分中國氣候類型的指標 包含了 來 我們在劃分氣候類型 我是在上課的時候跟同學講的 有沒有 用什麼 雨量 用氣溫 用氣溫 月均溫 最冷的月均溫去分熱帶 附熱帶 溫帶 然後用雨量分什麼 季風 乾燥 所以雨量 連雨量跟氣溫一定有 好 甲乙一定有 再來 最後一塊 這一塊是高低 高低就是用什麼 第四的高低 所以我們用到的就是甲乙丁 這是很基本的概念 甲乙丁 這一塊是 中國切成三塊 這一塊是季風 這一塊是乾燥 這一塊是高低 好 第十題 華中華南美 年五六月美子成熟的時候 所下的就是什麼 梅雨 所以第十題 梅雨 答案選C 11題 颱風侵襲的季節最多的是在哪裡 我們在放暑假的時候 對不對 夏秋 那最主要是夏天 因為七八月 好 再來 第十二 台風夏季用水的主要來源 夏季用水的主要來源就是前面的梅雨 跟夏季的時候的什麼 台風 所以答案是選A 好 十三 假設某都市 七月的均溫是25.5 一月的均溫 來囉 一月的均溫是-5度 好 關鍵就在這邊 一月的月均溫是-5度的話 代表它是 什麼 溫帶 所以答案溫帶的話就把AB消掉 AB先消掉 所以第十三題AB消掉 現在看雨量 雨量大於 雨量大於500 所以就是溫帶什麼季風 溫帶季風 所以答案選C 這種 先用溫度 一月的月均溫去切割 溫帶還是-熱帶 再來用雨量切割是季風還是乾燥 好 然後第十四 假設某地最暖的月均溫是20度 最冷月又是-3 又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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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零下 一個是 剛剛那一題是-5 現在是-3 好 零下那就是溫帶 好 又來了溫帶 那我們豬的答案就先消掉 問題就是看雨量 雨量小於 小於300 300是在哪裡 300是在 500跟250之間 來 注意喔 500跟250之間 這裡又切割了 這裡是500 250跟500之間叫草原 250以下叫做什麼 沙漠 所以溫帶有分為 溫帶季風 溫帶草原 溫帶沙漠 就用500 250下去切割 用500跟250下去切割 大於500的叫做什麼 溫帶季風 在250到500之間的叫做溫帶草原 小於250的叫溫帶沙漠 這是MM 年雨量 年雨量 好 所以這個是在300 300是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告訴我們 它是溫帶 溫帶什麼 草原 溫帶草原 所以第14題答案我們要選B 答案要選B 好 底下 甲乙丙丁四個可作為氣候類型的指標 好 這一題就是跟剛剛我們的第九題是一樣的 跟第九題是一樣的類型 他說可以用來劃分氣候的 來 就是年雨量嘛 年雨量有 年雨量有 好 再來是什麼 1月的月均溫 我們就是用1月的月均溫跟雨量 所以第15題 答案我們是選豬 答案是選豬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進階題第一題 他說甲台北以青島 並廣州丁北京 好 這四個城市 雖然這個題目沒有地圖 可是同學你一定要把這個幾個城市標出來 在中國的地圖上面標出來 那現在最冷月均溫就是1月月均溫在0度C以上的話 就是要秦嶺淮河以南 要在秦嶺淮河以南 那秦嶺淮河以南的最有名的就是 就是甲跟丁嘛 其他的都在秦嶺淮河以北 所以1月月均溫 它會在0度C以下 它會結冰 會下雪 所以第一題只有什麼 甲跟丁 答案選第四個 就是秦嶺淮河 這個題目就是要找秦嶺淮河以南的 因為秦嶺淮河就是什麼 0度C 1月月均溫0度C的交界 秦嶺淮河以北就是0度C以下 以南就是0度C以上的 所以現在要找這個秦嶺淮河就是 廣州跟台北 好 秦嶺淮河一線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什麼 來 溫帶跟負熱帶的交界 就是這一個嘛 用0度C 0度C 1月月均溫 0度C以上叫做負熱帶 1月月均溫有0度C以下就叫什麼 溫帶 所以第二題答案 第二題答案 它是溫帶跟負熱帶的交界 所以答案選第四個 好 第三 好 他說 右圖為中國三大氣候類型的分佈 好 這跟老師重點講義裡面 課本裡面都是一樣的 來看一下 他問你甲乙丙三個 請問降雨最多的 在右邊的這個季風區 所以第三題的第一小題 答案我們要選C 一個一個來 該居民雨量 雨量多 雨量多 水稻水稻 而且它是在秦嶺淮河以南 看到那個餅的位置有沒有 所以它是水稻 所以第二個 主要的 主要的食物就是稻米 答案選豬 那如果是在這條線以上的話 這條線以上的話 就變成要選小麥了 這以後中國上更多的時候會了解 好 哪一個冬季寒冷 夏季涼爽 好 來 這個題目在講什麼 高地氣候 關鍵是在夏季涼爽 夏天會很涼 緯度雖然很低 可是夏天卻會很涼 就是因為高度的關係 所以第三題答案 最有可能的就是B 好 哪一個區域的氣溫氣壓雨量 成垂直分布圈起來 這個垂直分布又跟什麼 又跟高山有關 只要看到垂直分布就是 從底下溫度越來越低 這樣子 有垂直分布 這一定是跟高度有關 注明一下 跟高度有關 所以高度有關就是高地氣候 所以第四題也是選高地氣候選B 好 第五題人口最多 就是氣溫溫和水量足夠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選B 這就是我們的什麼 江南 長江以南這個位置 江南這個地方滑中 所以第五題答案選C 答案選C 好 第四題 中國的氣候複雜 影響因素很多 包括了南北很長 東西很寬 山脈成為氣候的屏障 第四高低落差很大 好 這都是因素 他問你 來喔 來來來 開始 根據這幾個因素我們來回答 他說 冬季氣溫的高低 跟無雙期的長短 各地差異很大 冬季氣溫就是從北到南 就是跟緯度有關 緯度的話就是南北 所以第一題答案選C C C答案是選A 來 老師跟同學補充一下 南北很長的話就是橫跨的緯度很長 中國的橫跨緯度是從四度 北緯四度一直到五十三度 有五十度之多 它橫跨的五十度之多 所以它的氣溫有熱帶 負熱帶跟溫帶 好 它淋木噴地雨量極少 幾乎全盡是沙漠 沙漠圈起來嘛 沙漠當然就一定要跟什麼有關啊 跟我們這個題目裡面 你注意喔 沙漠沒有水氣 沒有水氣可以推出什麼 第一個 可能離海很遠 或者是海水要進來被擋住了 所以這個因為塔里木它是盆地 跟地勢高低落差很大就沒有影響了 所以塔里木盆地 因為塔里木盆地剛好整個亞洲啊 你把亞洲地圖翻開來的話 它剛好在亞洲整個亞洲的正中間 離北極海 離印度洋 離太平洋都很遠 就是距海很遠 所以造成水氣進不來 距海很遠 距海很遠就是我們講的東西 跟東西很寬有關係啊 因為我們的海在東邊 所以這個要會推喔 是因為塔里木盆地距海很遠 為什麼距海很遠 因為我們的土地東西很寬 所以已要選 再來 它本身進來的山 天山 這個你可以翻到 老師在介紹中國的西北部那邊 塔里木盆地它的北方就是天山 天山阻擋了從北極海進來 從北極海進來的水氣 然後這個新疆南部又是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就算印度洋的水氣要進來 也很難爬過這個青藏高原 所以距海很遠又被高山擋住 當然就容易就變成沙漠 這是世界上很特別的一個 會形成沙漠的原因 一般世界的沙漠都會形成在 北緯23.5度 富熱帶高壓 只有這個新疆 特別小心塔里木盆地 這個的原因是距海遙遠 距海遙遠 再加上被山屏障著 這一題注意一下 所以會影響它沙漠的是兩個原因 國土很長很寬 東西很寬 好 山脈擋住它的水氣 第三題 北部地區的氣候類型 包含了溫帶季風 溫帶草原 溫帶沙漠 這個是哪一個影響到它的呢 這是影響到它的最原因是什麼 來 注意 因為這個地方 溫帶 你注意喔 季風草原 沙漠是因為雨量 可是因為雨量 因為我們的雨量是從海 太平洋是在我們中國的東部 所以這個水氣進來的話 離海越近的水氣就會分佈比較多 所以溫帶氣候剛好從這邊 雨水越來越少 這邊是500 這邊是250 250到500 這是小於250 小於250 這個地方是小於250 比250以下 這是500以上 在500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知道 因為巨海的遠近 那巨海遠近因為什麼 我們東西很寬 這裡比較靠近海 這邊離海比較遠 所以唯一的因素 可能會造成這個地方是 溫帶季風 這是溫帶草原 這是溫帶沙漠的原因 是因為水氣進不來 那跟水氣進不來 就是因為巨海的遠近 巨海的遠近可以推到 是東西什麼 很寬 東西很寬 所以第三題答案 答案選B 這一題考得相當不錯 它是要引申 同學要往下想 不是只知道說 今天我們雨量 那雨量又造成雨量 進來多少 有什麼樣的因素 同學一定要把它理解 來看第五題 這個圖形滿簡單的 他說奶奶望著天際說 日末煙之紅 無雨也有風 這是古代老人家 在看預測天氣的時候 只要看到天邊有一些紅色 像彩霞一樣的 像煙漬紅色的這種 他就知道說 可能這幾天會有颱風進來 那這個颱風就是低氣壓 這個地圖在台灣的 在我們台灣的東南部這邊 有一個低氣壓 低氣壓的圖形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看到低氣壓 所以這個可能近未來幾天會有颱風 所以第五題答案我們要選B 這是颱風的氣象圖 我們看到第六題 他說圖二為中國某都市 看清楚喔 它的氣候圖 來 同學看了 老師把這個關鍵圈起來 1月 1月對到多少 10度 小心喔 是0度到18度之間 好 所以第六題 來 第一個很簡單 1月的時候是0度到18度之間 它是10度嘛 所以它一定是負熱帶 所以早上趕快找負熱帶 只有一個 所以第一題馬上就可以知道 答案選B了 那你說得怎麼知道 季風 季風很好算 因為它底下的 連雨量加起來 隨便加都超過500 所以這個關鍵是在這個 1月月均溫 1月它是10度 它是10度 它是在0度到18度之間 好 該地區的地理位置 可能位在哪裡 來 注意喔 它是在負熱帶季風 來 這個同學就一定要 腦袋裡面要有中國地圖 這個是沒辦法 假不了的 你一定要記 老師有跟同學講 從北迴歸線 一直到秦嶺淮淮河中間這一塊 中國地圖 雖然題目沒有 你腦袋一定要有這個地圖 中間 這個夾的就是什麼 負熱帶 所以答案選 西 長江中下有平原 所以很多國中生 他對中國地理之所以被修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地圖不了解 所以中國地圖有空的時候多畫一下 好 再來第七 台北跟天 台北跟北京是依序是屬於哪一種 來 這很基本喔 台北 台北的話問題就是你要關鍵喔 台北它本身是屬於什麼 來 我們平均溫度 平均溫度沒有0度以下 最冷的月均溫度在0度到18度 所以找0度到18度 所以台北一定要找負熱帶 那雨量夠多吧 500以上 所以台北找負熱帶 來 就只有一個答案而已 台北就是負熱帶季風 那北京呢 北京因為它平常 它的1月月均溫會0度以下 所以它一定是找什麼 溫帶 所以它是溫帶季風 你也可以從中國地圖稍微看一下 台北的緯度比較低 它在25度左右 那北京的緯度比較高 它是溫帶 那雨量 它因為它都在我們中國東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雨量都是超過500 是季風氣候 這個沒有辦法 你說老師這怎麼背 這個不是用背的 你一定要了解地圖的相關位置 好 再來看第八題 這第八題就是把這個單元整個整合全部 考過一下 來看一下 我們看甲乙丙丁四個圖 他說何者 連雨量會最多 連雨量 你看那個柱狀圖有沒有 加起來最多的 那當然這是什麼 甲 所以第一題答案選 第八題的第一題選A 好 第二題 他說連溫差最大 你就看那個氣溫 老師現在圈起來 氣溫的高低差最大的 所以答案是選什麼 E 好 那緯度最高的話 緯度越高 1月越均溫 就要看1月越均溫 老師幫同學圈起來 1月越均溫最低的也是E 有沒有 它到零下 它一直到零下20度耶 它可以到零下20度耶 1月越均溫 好 所以可有可能緯度最高 因為它是 它沒有特別強調 這個應該要再強調說 它是在平地 跟高山沒有關係 來 巨海最遠 可能水氣進不來的 巨海最遠水氣進來也是E 你看那個柱狀圖很低 柱狀圖就是代表雨量 好 來 秦嶺以南 來 注意聽喔 秦嶺以南 老師有跟同學講說 秦嶺淮淮河以南 秦嶺淮淮河以南 它一定是 它的 1月月均溫一定是高於零度C 一定是零度C以上 秦嶺淮淮淮河以南 所以你趕快把這個1月月均溫找到 第五題就是找1月月均溫 1月月均溫在零度C以上的圖裡面 零度C以上的圖裡面有什麼 甲 釘 大約可以 它沒有穿過零度嘛 那因為你可以用消去法 乙丙都已經低於零度了 所以乙丙消掉 所以答案是什麼 甲釘 所以答案第五題選第四個 找1月 找1月那個年 年月 我們本身的月均溫最低的那個月 因為在我們北半球通常就是1月 在我們中國台灣這邊 這邊注意一下 好再來 甘絲季解明顯 來你看那個柱狀圖高低落差很大的 高低落差很大的就是什麼 柄有沒有柱狀圖 在那個7 8月的時候很高 1月12月的時候幾乎貼貼著 所以就甘絲季解很分明的 所以第六題答案選C 好 第七 圖中的曲線 我們你看 講了這麼多 曲線代表什麼 每月的月均溫 所以代表每個月的月 它是代表什麼 氣溫 代表氣溫答案選A 這個是非常好 把原來我們所學的這些觀念 全部再複習一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九題的圖 好 某氣溫雨量的變化圖 它可能 來你看一下 又是一樣 找1月超過什麼 超過零度 超過零度 所以它絕對不會是在 秦嶺淮河以北 秦嶺淮河以北 那再來雨量又超過500 所以這答案就是台北了 所以第九題答案選第四個 某老師烏魯木齊在哪裡 烏魯木齊在新疆 它是新疆 這要記一下 昆明的話 昆明的話它是在四川 四川它是屬於高地氣候一部分 所以它到了 一般到了夏天的時候它會比較涼 所以我有 昆明是在雲南 昆明 昆明就是我們高地氣候那邊 昆明 同學注意一下 昆明四季如春 又叫春城 昆明在雲南那個地方 所以答案只有第四個 台北 好 拉薩 這個同學可能就要注意地圖了 一定要注意這個查一下 拉薩是在西藏 它是在高山上 又叫日光城 就是一年 它等於是很高嘛 所以雲城都在它底下 所以一年照射到陽光的時間非常長 所以又稱為日光城 好 所以它夏天卻比漢口涼爽 漢口是在長江 大概他們的緯度差不多 可是卻比較涼 這是一定什麼 同緯度比高度 所以一定是高度所造成的 拉薩一定比較高 所以夏天氣溫就會比較涼 好 好 第十一 夏列四個圖 有可能是北京 所以同學這種題目 老師還是要奉勸你 你一定要把幾個重要都市要記好 因為考試的時候 老師是不會管你認不認識這些都市 所以幾個重要都市先注意一下 所以老師建議你回去把華南華中華北 這些先大概的瀏覽過一遍中央都市位置大概在哪裡 所以北京是在我們的華北 它的秦嶺淮河以北 所以它的1月月均溫一定到0度C以下 找0度C以下的 所以AV消掉 所以十一題我們就可以把AV消掉了 為什麼AV消掉 因為它月均溫要0度C以下 好 再來 C它的連雨量怎麼樣 落差 注意聽喔 北京喔 北京是在我們那個地方是季風 那為什麼不能選豬 你看那個豬 豬因為雨量太小了 雨量太少了 北京還屬於是什麼 溫帶季風區 它是屬於溫帶季風區 溫帶季風區的話 加起來雨量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要大於500 那底下再加起來00總總這樣加起來 所以第四個答案比較不可能 所以答案要選C 它是溫帶季風區 溫帶季風區 好 第十二題 下列四個重要都市 根據判斷 這些都市如果由東南往西北排列 很簡單 這個題目其實就在考同學雨量的概念了 因為中國從東南往西北排列的話 一定是雨量越來越少嘛 所以越來越少的雨一定是排最後面 丁一定排最前面 丁排最前面 宜排最後面 所以十二題答案選株 因為靠海雨量會比較大 這個地方 然後越往 以你看到 一月的月均溫就越來越低嘛 這題目還算滿簡單的 好 第四三 如果是假這個城市的話 請問是屬於哪一種類型 先看一月月均溫 一月月均溫來 老師幫同學圈起來了 在0跟 0跟18之間 1月月均溫在0跟18之間 0跟18之間是什麼 負熱帶 負熱帶只有一個 因為它雨量超過500 所以是負熱帶 負熱帶季風 負熱帶從這個地方看 這個地方就是負熱帶 好 第14 第14 從圖形要判斷溫帶草原 首先溫帶要找0度C以下 0度C以下的只剩下丙跟丁 先找出丙跟丁 所以第14題 第14題 AV就消掉了 甲乙消掉 為什麼 因為月均溫要0度C以下 才叫溫帶 再來看雨量 因為它是草原 草原是什麼 草原是250到500之間 250到500之間 所以第14題答案選第4個 答案選第4個 好 那你說丙是什麼 丙當然就是溫帶季風 大於500 所以丙是溫帶季風 同學注意一下 好 以上就是我們第一回的氣候演練 我們來看到第一題 中國主要的降雨季節 中國主要降雨季節在哪裡 在夏天 有沒有 沒雨啊 颱風啊 所以答案選B 第二題 中國諸多山領中跟1月0度C等溫線跟750公里毫米 毫米等雨量線一致的這是什麼 秦嶺 秦嶺很重要 秦嶺跟懷河是我們0度C的1月的最低溫的等溫線的分界 秦嶺以北就是0度C以下 秦嶺以南就是0度C以上 好 造成中國東下季風風向改變的原因 你不要忘了 我們中國在這個地方是我們世界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叫季風氣候 那為什麼有季風氣候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剛好在最大的陸地跟最大的海洋交界 那因為陸地海洋的比熱不同 造成夏天跟冬天的時候他們的溫差不一樣 夏天的時候會從海洋吹向陸地 冬天從陸地吹向海洋 所以當然這跟海陸的差異有關 那因為陸地的比熱會比較小 溫度上升下降會比較的明顯比較快 好 第四 中國冬季季風的發源地 來 發源地是在亞洲的內陸 亞洲的內陸就是我們在蒙古 西伯利亞這裡 所以這個答案就只有蒙古跟西伯利亞 乙丁就往我們北方去找 所以答案是乙丁 答案選V 好 第五題 隨著冬季季節交替而產生的風 季節交替就是叫什麼季風 答案就在上面了 所以季節交替就是季風 好 第六 基隆隆在中國 在台北的 在台北的東方 從台北吹向基隆 好 老師在這邊要跟同學提醒一下 風從哪裡來 風從哪裡吹過來就叫什麼風 那我們的溫標 這個在我們台灣地理 還有我們的國山的地球科學都有講到 溫標的話 這個箭頭指哪裡 就是風從哪裡來 它指東邊就是東風 指南邊就是南風 這個觀念要記好 很多同學一直以為這是遵行方向 不對 看箭頭 箭頭指哪裡就是從哪裡來的風 好 現在台北在這邊 所以台北吹向基隆 台北是西邊 所以從西邊吹向東邊 這就是西風 剛好這個箭頭就是指向 指向西邊就是西風 所以從台北吹向基隆就是西風 所以這時候 從台北吹向基隆叫做什麼 西風 答案選B 好 第七題 中國雨量分布的特色 因為中國的地形 我們東南是有太平洋 所以東南是靠海 所以雨量是從東南往西北地減 東南往西北地減 所以答案選A 好 第八題 影響中國氣候的因素 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上中國氣候的時候 老師跟同學提到的 雨量跟氣溫 那怎麼分呢 雨量 雨量最主要就是什麼 來看一下 距海的遠近 距海遠近帶進來的水 雨水量 再來就是什麼 季風 為什麼 因為季風是從海洋吹向陸地 或陸地吹向海洋 會影響到雨量 好 所以甲會影響 甲跟釘都會影響到雨量的多少 所以跟氣候有關 再來就是維度 維度就是影響溫度 所以甲 丙 釘都是影響中國氣候的因素 好 第九 造成中國西南部溫差比較小 西北部溫差比較大 來 剛剛第九題 就是我們剛剛跟同學講的 因為這個地方 東南有靠海 海水會調節我們的氣溫 越到裡面就變成沙漠 沙漠的話年溫差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跟距海遠近有關 跟距海遠近有關 好 第十題 中國冬季氣溫越南會越高 氣溫會越南越高 這個南北跟南北有關 這剛剛是什麼 緯度 所以越南邊 因為緯度越低 氣溫越高 再來哪一個不是夏季季風的風向 好 來 這老師在重點那邊有跟同學講過 夏天的季風是由南往北吹 在華南的是吹西南風 在華中這邊是南風 再來在華北這個地方就是吹東南風 那冬天的時候就吹回來 冬天的時候就吹回來 好 所以這一題 11題怎麼回答 哪一個不是 來 你看一下 A A是這一個 B是這一個 C是這一個 只有第四個不是 所以第四個不是 第四個夏天會吹這個方向 所以第四個不是 好 你看第十二題 第十二題一樣在考這個圖 哪一個是華北 華北就是冬天 華北冬天是這一個 所以第十二題就是在考這個 所以十二題的答案我們要選第四個 華北就是冬天從這邊吹過來 十二題答案選第四個 好 中國南北氣候南北全起來 南北剛剛是跟什麼有關 緯度嘛 所以第十三題 南北當然是跟緯度 你不要忘了 中國橫跨了五十度 五十度 從四度到五十三度 所以緯度 好 緯度影響當然是影響什麼 氣溫嘛 影響氣溫 緯度越高 南北極緯度越高 它的氣溫越低 靠近赤道氣溫會比較高 好 十五 中國一月等溫線 一月的等溫線 一月就是冬天的時候 所以十五題其實就是我們 剛剛題目的第十題 冬天的溫度會有 那一月等均溫的分佈就跟什麼 緯度有關 你就記得老師跟同學講 緯度跟高度 緯度跟高度 會影響溫度 所以你就這樣記 這個是度度嘛 很好記 那剛好諧音 同緯度比高度 同高度比緯度 緯度跟高度 是影響我們溫度 氣溫很重要的兩個因素 一般國中題目 從這兩個角度去想 大概就都可以解除題目 好 再來第十六題 好 冬季氣溫南北差異很大 好 南北差異很大 南北差異很大 就是這個溫度差異很大 溫度差異很大 因為秦嶺淮淮河以北 冬天會結冰 林陸西以下 所以這個當然跟生長期有關嘛 你溫度就會影響到植物的生長 如果你結冰的話 生長期就很短 所以以後下一單元 老師在講到中國的產業 中國的農業的時候 老師要同學回來 在複習這個氣候的時候 就是這個用意 因為氣候這個溫度 會影響植物的生長 那生長期 植物的生長期 影響最大的當然就是什麼 農業嘛 農業 所以他跟你講 冬季氣溫 氣溫就是影響到農業 影響到農業 這個地方特別小心 越北方因為會結冰 生長期越短 所以一年的收獲次數就會越少 越南方 生長期越長 收獲次數就會越多 好 第17 抹地的1月月均溫是15.1 7月月均溫是28.5 年溫差 好 這在考定義 因為年溫差就是 我們的一年最高溫 在中國台灣這邊就是7月 最高溫 一年的最高溫就是7月 在北半球儀就是這樣7月 那最低溫就是1月 那最高溫 最高的月均溫減到最低的月均溫 就叫年溫差 所以17題是在考數學 直接28.5-15.1 所以答案選C 13.4 13.4 好 第18題 下列對中國冬季季風的敘述 何者是正確的 冬季季風就是這個藍色 從北方吹下來的 從北方吹下來的 又冷又乾燥 所以又冷又乾燥 所以答案選B 第18題 直接B就是答案了 A怎麼改 它的高壓不是在太平洋 它的高壓是在中國的大陸 內陸在西伯利亞蒙古這裡 所以A錯 風是從陸地吹向海洋 吹反了錯 形成中國的雨季錯 它帶下來的風是很冷乾冷的 所以它不是形成中國的雨季 好 我們看到進階題 第一題 以右圖為中國某劑的氣壓分布與風向圖 好 這個圖 來 同學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高氣壓 這個甲 這個高氣壓是在哪裡 是在中國的蒙古 在北方西伯利亞這邊 所以高氣壓的位置在哪裡 當然就是在甲這個位置 所以答案是選A甲位置 你看等壓線就可以知道了 第二題 數字上 數字的單位 來 氣候的單位 我們叫做百帕 這個理化會講到 理化大氣壓也有講到百帕 這在二年級的時候會講到這個百帕 所以這個HPA叫百帕 答案選A 這是等壓線上面的數字 HPA 好 判斷該圖是在什麼 冬天 我們的冬天 我們的冬天 風是從北方往南方吹的 好 第二題 每年春冬兩季 台灣地理常送到 中國沙塵暴的影響 好 這題目剛好看到上一題的圖 你就知道了 中國 蒙古 內蒙古這邊沙漠 吹出來 所以沙塵暴 這些可以來自於什麼 蒙古高原 所以第二題 答案選A 從第一題的圖 你就可以知道了 好 中國氣溫 全國 夏季氣溫全國皆高 冬季氣溫南北不同 這種氣溫南北不同 七 注意喔 七月跟一月等溫線分布中 的等溫線可以看出來 來 什麼意思 他說氣溫的分布季節的差異 氣溫 氣溫當然要看什麼 等溫線的差異 要看 就好像我們高度差 我們高度差 就要看等壓線的疏密 等壓線越密 就是高度差越大 等壓線越疏 就是高度差越小 地形越平坦 同理這個可以等溫線 變成等溫線 等溫線越密 代表它的溫差越大 這一般在高山上 那如果等溫線 它本身比較疏鬆 比較疏 它代表說它的本身的溫度 比較 大家比較溫度差會比較一樣 所以這跟疏密有關 這跟等壓線等高線有點像 這叫等溫線 好 右圖是某一個假想島嶼圖 降雨 來你看這個圖 風是從東南方吹上來 東南方吹上來 所以東南方 東邊是迎風面 所以東邊是迎風面 雨會下在東邊 所以看地圖上面 東邊的 東邊的 就只有A7 可是風是從東邊吹過來 所以答案要選A 這叫迎風面 第五題 中國冬季季風由陸地吹向海洋 由於海陸氣壓系統產生哪一種變化 來喔 注意喔 冬天圈起來 關鍵是冬天 冬天的話是從陸地吹向海洋 因為老師有跟同學講過 陸地的比熱比較小 溫度夏天高會很高 低會很低 冬天低會很低 所以冬天的溫度它變成 冬天的話它會比較低 溫度會比較低 那溫度會比較低的話 變成冬天的時候 海洋的溫度會比較高 陸地 那溫度比較高的 它容易產生 熱空氣容易上去 所以就會從陸地吹向海洋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 從陸地吹向海洋 所以海洋這邊上升 上升的會產生低氣壓 所以在陸地這邊是下降的 下降的氣流 這邊是高氣壓 所以根據這個圖 我們來回答 所以它問你 是由於海洋的溫度 比較溫度 會比較高 溫度比較高 懂嗎 溫度比較高 好來 溫度比較高 海洋的溫度要比較高 陸地的溫度要比較低 好 海洋溫度比較高 陸地溫度比較低 所以答案AB就消掉了 第五題 AB就消掉了 AB就消掉了 海洋的溫度要 海洋的溫度要比較高 陸地比較低 陸地比較低 所以消掉的是什麼 B 是什麼 溫度比較高 陸地比較低 所以消掉的應該是VC VC消掉 VC消掉 好 VC消掉那只剩下A株了吧 海洋溫度高 OK 溫度低 那氣壓高氣壓在哪裡 高氣壓是在陸地 高氣壓是在陸地 所以答案要選第四個 第四個 這個同學如果不懂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台灣的天氣 老師也有介紹到這一種 吹陸風吹海風的原理 因為陸地的密度 比熱比較小 比熱小 溫度容易上升下降 所以冬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它就會下降比較多 下降比較多就是低溫 那相對的海洋就是高溫 好 第六題 右圖為中國聯羽量的分佈圖 好看到圖 他從這個地方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那個 當然這個顏色 顏色你一般考卷是黑白的 那你這個老師的講義也是黑白的 可是一般圖形 課本圖形是彩色的 你注意看一下 從東南方 從2000一直往東南往西北減少 那750的話 750的等於雨量線 所以你要把它當作常識背起來 這是在秦嶺淮河 秦嶺淮河 所以第六題的第一題 是從東南往西北 第減答案選V 第二題 75公里的等於量線 這很重要 就在秦嶺淮河 就在甲這個位置 這個要當作常識背起來 秦嶺淮河 是750公里的等於量線 這個以後在我們中國的農業 而且這一條線很重要 因為它是南道北邁的交界線 這個同學到時候農業的時候 老師會再跟同學補充 所以這是75公里的等於量線 答案選A 丙的濕氣 來這個丙是在我們的 這是來自於什麼 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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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選V 從印度洋這邊吹過來的 丙印度洋這邊吹過來的 好第七題 右圖為夏季氣壓的分布圖 好這個圖同學再看一下 有沒有從海吹向陸地 從海吹向陸地 所以高氣壓 高氣壓是會位在哪裡 來高氣壓 你看那個等壓線最高的地方 等壓線1007.5到1010 所以等那個高氣壓會在什麼 丁這個地方 往陸地吹 所以第七題的第一個 高氣壓會在丁的位置 丁的位置 第二題 青島 來青島這個地方 來風從東南邊吹過來 所以它是吹什麼 東南風 東南風 看到青島 他要幫你畫出來 青島 好中國沿海各地 夏季氣風不完全相同 這是因為什麼 地球自轉 地球自轉 帶動的 所以第三題答案選C 答案選C 這是我們所謂的科試力 科試力 地球自轉 這地球科學 以後同學三年級會上到地球科學 地球由西向東轉 造成那個摩擦力 所以答案選C 答案選C 好同學我們看到第八題來 這個圖 他說右圖為1月的等溫線 好1月喔 提醒1月 好請問上面的數字等溫線 溫度當然是什麼 溫度當然是度C 所以答案選C 好這等溫線大概 大概大概跟什麼平行 有沒有發現跟什麼 緯度 緯度高度影響溫度 老師剛剛在前面的題目 有跟同學提醒 好圖中的哪一條等溫線 跟情影淮河一致 就是那一條丙 那一條零度 大一條零度 丙那一條零度 好第四 情影淮河這要背起來喔 好這些等溫線的排列 跟哪一個因素最有關呢 因為太陽照射的角度 照射角度就是 緯度有關 次到北迴歸線 南迴歸線 所以這個跟太陽的照射角度 輻射 這個輻射就是太陽的照射角度 好 右圖 來看到這個圖 這個比較基本喔 1月等溫線 哪一個地方是氣溫最低 南方1月等溫線 來你看一下等溫線最低的位置 夾1秉丁 你看那等溫線 1是在4度C以上 所以1是小於4度 甲是高於4度 這個位置有差喔 所以最低的最低的是在1 看這個圖形你就可以了解了 再來我們看第十題 下表為某地的各月份的氣溫資料 途中夾代表的是什麼 來夾我們看一下 大概是什麼 就是1到12加起來的平均值吧 因為它加起來大約的平均值 所以這叫年均溫 年均溫 答案選C 好 那什麼叫年溫差 來第四個老師順便跟你講一下 前面有一題我們有講到 年溫差的話 你就找那個最高的溫度是28 28去減掉最低的1月 28是減掉1月 這個叫做年溫差 第四個答案 這叫年溫差 年溫差是最高的月均溫 減掉最低的月均溫 好11題 中國國土東西很寬 沿海跟內陸的氣候差異很大 那很簡單嘛 東南靠海往西北 所以雨量會怎麼樣 然後氣候現象的趨勢是什麼 由東南向西北 雨量雨季都會越少 你寫錯了 雨量雨季都會越少 年均溫注意喔 來是日溫差不是年均溫越高 因為越往北方 它本身緯度比較高 年均溫不見得比較高 但是日溫差會比較大 為什麼 來這老師跟同學講一下 因為沙漠 沙漠 沙漠的氣候 以後你們在中國的時候 會講到那個形容沙漠的氣候 朝穿皮窯午穿沙 朝穿皮窯午穿沙 抱著火爐吃西瓜 清晨早上的時候穿著皮窯 中午的時候熱熱熱到穿著一件薄沙 這就是日溫差的形容 十一 在東北往東北的話 日溫差會越大 因為到了沙漠 十二 夏列對於季風的敘述 何者是正確 會隨著來 季風會隨著春秋 來在中國是夏 冬夏 所以要改成冬夏 好 夏天的時候風從陸地吹向海洋 錯了 是海洋吹向陸地 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比熱不同 山熱 溪熱不同 沒有錯 海洋跟陸地的性質 當然選C 好 夏天 夏天 台灣夏天是西南風 改一下 是西南季風 西南風 好 所以正確的只有C 好 甲位在 來 注意聽喔 這個考試你要注意 W W就是C 老師有教同學記 WC嘛 W是C 好 N就是北邊 北尾 好啦 現在我說如果蜂蟲 來先把維度畫起來 它本身的維度 來 乙甲是在15度 北尾15度 乙是在20度 嗯 然後再來 甲是在20 乙是在東邊10度 乙是在東邊10度 它在20 西邊20度 西邊20度 好 這有差喔 所以乙在這個位置 乙在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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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10度 南尾20度 甲在這邊 好 甲在這邊 所以他說風從甲吹向乙 那就東西南北西北風嘛 從這邊吹過來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畫圖 這個沒有別的方法 所以13題答案選V 一定要把 注意喔 這是北尾這是 然後次道是在這個地方 這是北尾南尾 這個維度一定要繪畫 好 所以13題答案是選B 好 14 夏列有關中國氣候的特徵 何者是錯誤的 春秋風向相反 不是春秋 是夏冬 所以A錯了 A就錯了 改成夏天跟冬天 夏天冬天季風 冬季普遍高溫 好 沒錯 南北 夏季南北溫差大 冬天 冬天南北溫差大 為什麼 因為冬天的話 受到維度影響會很大 所以這個都對 雨量 東南多 西北少也對 好 15 中國氣候複雜 影響因素很多 請問夏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土東西很寬 西部缺乏海洋調節氣候乾燥 這是講的就是 蒙古新疆的沙漠 正確 塔里木盆地氣候乾燥的原因 除了深居內陸沒有錯 再加上北極海的水氣 印度洋的水氣都被擋住了 所以這個也沒錯 受地勢高低的影響 地勢越高氣溫越低 氣壓越高 地勢越低的話 則氣溫越高氣溫 不對 氣壓 來 氣溫對了 氣壓錯了 越到高山氣壓是越低 空氣越稀薄 所以越低 所以吸錯了 15題知道怎麼改 高山 山上 你就記住 山上 山上有山低 台語叫做山低 哪山低 氣壓低 氣溫低 所受的重力比較低 山上有山低 山頂有山低 山頂有山低 這樣子記 好 16 有關中國降雨分布的特徵何者錯誤 由東南往西北地檢 對 銀峰的東南比較多雨 沒錯 濕潤的東南部跟乾燥西北部 明顯的對正確 好 500錯了 秦嶺淮河是750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秦嶺淮河是750 所以答案第四個要改 把500改成750 秦嶺淮河是750公里 就是毫米的等雨量線 所以錯誤的答案選 謝謝第四個